大家好,今天就是我們第三堂的試算表 今天的學習目標就是 希望大家認識一些統計函數 他們的功能和語法 跟之前數學函數一樣,我首先介紹哪些統計函數 今天相對地會講得多一點,不過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第一個就叫做Average 第二個就叫做Count 第三個就CountIf 第四個,Max 第五個,Mean 第六個,Large 最下一個,Small 好了,這些是什麼呢?我們逐個逐個去看看 好,首先就是Average 我們也是,先打了先,記住記住,我們打Function 之前是一定要打等於的 然後AverAge Average Cool 好了 然後我們就highlight 這些地址 然後關掉它 然後就 Enter 你就會見到8.6 8.6 8.6是什麼呢? 原來Average 就是把 我剛才highlight的數 找一個平均值出來 其實就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 我將這個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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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然後除回5 OK,Enter 那就等於8.6 這個就是,你看到我剛才很繁複地去做 Average 就很簡單 就按一按按鈕就完成了 基本上打一個 command 選擇的 range address 就可以了 好了,大家留意 OK啦,如果是這樣 如果 我們有一些,大家記住本來的答案是8.6 如果我們有一些難位不是數字,怎麼辦呢? 我們上一次說深那些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涉及到這件事 我們很理所當然,就是全部都是一些數字來的 好了,接著很漂亮,就算一下深就加了它 但如果當中我們有些英文字會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示範了 好了 首先你會看到,如果我硬碰 自己人手按那個 它會出一個叫做正 value 正 value 意思是當中有一個數值是錯的 但你發覺不是 Average 會出到 9.5,為什麼會 9.5 原來 我先刷掉這個 原來 然後這裡是 4 好了 原來 當我用 Average 的時候 Average 會幫我 detect 到 噢 你現在有一個是英文字,所以我不計算它 這條式就會變成 A1 加 A3 加 A4 加 A5 但就除 1,2,3,4,除 4 好了,這就是 Average 的好處 Excel 可以很聰明地幫我們處理到 如果我現在有些符號 符號在的時候 它就會不理我 按照計斑打回這條數 這就是第一個 Average 好了,接著我們學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我們就叫做 Count 好了,又是了 留意這裡 Count Value 鬥號 OK,即是說我可以給他一個Wing 我可以有空沒東西做 逐格逐格 或者跳開都可以 這個 剛才的 Average 都可以這樣做 當然我們不要這麼無聊 我們就選擇全部 A1 到 A5 會出個 5 字出來 為何會出個 5 字呢? 我又嘗試把這裡的東西改變 例如 刪除了 你會見到這裡出了 4 字 我把這個,打個 A 字在這裡 會出個 3 字 好了 又是了 我給大家想一下 5 秒鐘 究竟為什麼呢? Count 是什麼用呢? Original 有 5 個數字,就 5 漏空了 變 4 見到英文字 變 3 好了,我猜聰明的同學都猜到了 Count 原來做法寫什麼呢? 他就會數一下我們告訴他範圍裡面 有多少儲存格是有數字的 好了 譬如說這裏 1 2 3 4 5 5 個 然後你就會發覺 咦,我就會做到 有沒有出個 5 字 因為有 5 個儲存格有數字 如果我刪除了這個 因為空白格不是數字 所以會出 4 出來 這個可以了 當然,到這裏我們就想想 其實我們有沒有方法取代 Average 呢? Average 很好用,但如果我不用Average 我們可否取締到它呢? 我發現是可以的 Average 的定義就是 我將 這些數字加起來 除以 除以有多少的數字 好了 你會發覺 這條顏色我會給大家看,是一樣的 好了,我嘗試將它變成英文字 一模一樣 和我剛才硬碰的A1加A2的不同 你會發覺 如果你不想用Average 這麼久的公開試都沒有試過這樣 不過如果真的問你 喂,我不用Average 我可以用什麼去做到平均值 我們可以用Sum 除以 Count 因為就是這些地方 OK 好了 這個就是第二個功能,我們就叫做 Count Count 當然 他可以用這個 去代表 接著就去到第三個功能 我們就叫Count If 開始這裡留意 剛才你見到我打Count的時候 它是寫Value1,Value2,Value... 即是可以支持鬥號的 這裡它就說 你先給我一個Range 範圍我先 鬥號 接著給我一個Criteria 留意 剛才那些 我們的功能是支援A1鬥號 A2鬥號 如果你見到 我們的功能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他幫我已經有鬥號隔開兩個屬性的話 不好意思 現在這個Range就不支援 鬥號這個範圍的設定方法 一定要用無號的 我們試一下 無號 給他一個Range 鬥號 我想找什麼呢 我想找一下究竟現在有多少人 是高於6分的 我們怎麼做呢 2點 大個 6 Enter 3個 是不是呢 1,2,3 我們驗證一下 怎麼驗證呢 將它變成1 你見到出了2 將它 15 這個變成11 會變成4 好了 我們說 看看 Can if 給他Range 在什麼範圍找 要我在什麼範圍找 你也告訴我 麻煩你在這5個找 Critelion 大過6 大過6 當然大個可以 小個等於都可以做到 還有一件事 原來Can if 不單止是處理數字 我們可以處理 英文字 記住要加個兩點 例如 Abs Abs Enter 沒有 0 因為我沒有Abs 例如我把這個打Abs 你就會見到出1 你會發覺Can if 第一件事 Range 一定要用冒號 不可以用冒號 第二件事 條件要加兩點 包住它 這個你要留意 我們 省眼就已經去了 三個功能 剩下的功能就很簡單 第一個 Masmum 如果大家英文OK的話 Masmum的意思是 最大 顧名思義 我等於 Masmum 就會找到最大值 又看看 大家記住 我打X的時候不要這樣打完算 等於 Mas 括弧 你看到 0.1 0.1 0.2 0.2 0.2 意思是這裡可以支援我打A1 0.1 0.3 0.4 這樣 我這次當然不打了 A1 A5 我給他一個範圍 他幫我找最大的值 所以是15 這個我猜 相對地簡單 不去多說 他的好兄弟 Minimum Minimum 意思是最小值 同樣道理 他會幫我找最小值是5 這個我又是 不多說 他也可以支援 是豆豪的格式 同樣道理 如果我這裡打的A字 那麼 他們倆都是不理 不理這個A字 當是看不到 他不會說有錯誤 這就是Excel的聰明之處 有5個 最後2個 是甚麼來的呢 Large Large 中文的意思是大 甚麼大呢 留意這裡寫著一個叫array array 等於儲存 全格範圍 0號K 即是說 我不支持A1 0號A2 這些儲存格範圍 留意 大家記得懂得看 好了我們又來了 A1 A5 A5 0號 K是甚麼意思呢 我試試打 2 14 我試試打第2個了 Large 給他一個範圍 0號1 出15 同學又是了 用幾秒鐘時間想想 咦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打2的時候 K是2的時候 就出14 如果 14 我寫上面 14 然後如果是 1的時候 就出15 沒錯 我猜有些同學猜到了 原來 1的意思是 第幾個最大 例如我想找第1大 Large A1 A5 0號1 跟Maximum 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我想找第2大 我就0號2 那我就找第2個最大了 1 那是15最大 第2個就是14 好了 很快說到small small的原理是一樣 只不過是相反了 我們用最小去數 例如1 你會出5 small 如果K是1的話 代表 minimum OK 好了 0號small A1 母號 A5 6號 4 那就是 第4個最小的 OK 這個就記住了 OK 這裏就是今天我們學的一些統計的 函數 留意一件事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收到資料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些analysis 而這些analysis通常都是 我們要計算平均數 數下有幾個 最大值最小值 第3個大第4個大 如此類推 或者我找一下有什麼相同的 OK 這裏就是我們今天的課堂 希望大家 多看幾次就明白了 好 我們 星期一再見 好